《白翔以後全中瑞》飾演的東京霸氣開場 為影集紙房子韓國篇第二部揭開序幕 Netflix 今天公開正式前導預告 戴著南韓傳統國寶和迴面具的搶匪們 究竟要如何將四兆韓元的紙鈔帶出造幣場即將分曉 在背後控局的首腦 劉志泰飾演的教授身份是否會曝光 以及劇中主角們的感情發展 都是值得玩味的看點 另外首播《主海報》中 穿著搶匪服裝的人騎著摩托車 拋開搶匪與人質 並衝上警察的震撼畫面增添悬疑感 有別原版韓國篇才有的全新角色 女星凌之眼飾演的首爾也將現身 紙房子韓國篇第一部 上線三天就空降Netflix 全球非英語影集排行榜冠軍 也在台灣創下排行榜冠軍紀錄 而第二部將在12月9日登場